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控制我們人聲的部分 所以比較重點是放在人聲的部分 那我們要知道說 麥克風的特性是什麼 那麥克風特性 它其實我們現在在使用這個麥克風呢 這是我自己的可以猜 我們在使用的麥克風呢 它其實你會看到 麥克風頭裡面長得像這樣子 那我們有學過 這個叫動圈式麥克風 我們以前 我們有學過物理化學的時候 就知道說 有一個理論叫做佛來明左手定律 那這個一樣 就是我們講話的時候 我們的人聲講進去 然後利用這麥克風把氧化跟還原 送出來 那它旁邊就小小的有頂針 所以上面震動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微小的電流 如果你看到它上面只有用一個 很細很細線把它接在上面而已 然後傳到底下來 再把它還原放大回去 對 所以這個麥克風頭就會變得很重要 那讓我們講話的時候 能夠 把聲音很妥善的傳進去裡面 那當然是麥克風它有自己的 它有它自己的特性 我們講話了之後 經常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是 我們講話的聲音跟麥克風進去的聲音 我們覺得不一樣 對 那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要知道說 我們人的聲音 是跟麥克風有差多元 那比較會讓人家會比較好控制 就是說 如果那個音控的人 它耳朵沒這麼好的時候 就必須得讓音控的人知道說 喔 現在要怎麼調 我要哪裡多一點 要哪裡少一點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情況 嗯 這就必須得知道 那 這個麥克風呢 這個麥克風 因為它是 我們講話之後 它在裡面會產生一個震動 出現那個聲音 那這個麥克風呢 我們假想 先想像它是一個蘋果 嗯 先想像它是一個蘋果 那蘋果底下是不是空的 嗯 就是它蘋果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這個一樣 我們想像 它是一個蘋果 底下是空的 嗯 那當我們空的 去對到台上的 monitor 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會比較不容易 feedback 嗯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我們 唱歌的時候需要 比較是這樣對著 嗯 那如果說技術真的比較不好的人 為什麼要給它麥克風架 它不會唱上就直接放下 嗯 去對著我們的 monitor 它就比較不會 feedback 嗯 然後這個麥克風有個特性是 你必須得要 耗盡的對它講 嗯 它的反應才會比較好 嗯 如果我們稍微離遠一點 它其實收起來聲音就會差很多 嗯 我們先來試試看 1 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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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1 2 3 1 1 2 3 好 這是 我們平常在使用的麥克風 嗯 那我如果 離個麥克風比較靠近的時候 它其實收起來的聲音會比較像我原本的聲音 嗯 那我如果稍微離開一點點 你看我只離開不到10公分 嗯 整個麥克風特性差很多 嗯 是不是只剩下高頻而已 還有一些唇齒音跟聲音 所以其實我麥克風如果拉比較靠近的時候 所以你看會有一些人唱歌的時候 它會故意是這樣子 嗯 它就是讓自己有一個距離 嗯 或是你看我稍微偏一點點 那個麥克風的聲音就特性差很多 嗯 嗯 那 很會使用麥克風的人 其實對 嗯 控台音控的人 有很大的幫助 你看再一次 我這樣講話對不對 它是直直的對著 嗯 那麥克風它的動作就比較好一點點 我稍微這樣子 你看就完全沒有了 可是很多人都會這樣唱嘛 然後再跟音控說 對 沒有聲音聽到 所以我們第一個麥克風特性就是 我們盡量是可以這樣唱 嗯 就是 然後 想像它是一個蘋果 它的底下 對著它 就比較不容易feedback 那我把麥克風朝向它的話 它就會很容易feedback 那還有很多的麥克風呢 它會有很多不同 嗯 不適當的拿法 最常我們看到的人 它是這樣拿 嗯 你看 這樣子麥克風變成這樣子 嗯 你看那個特性就差很多 因為 它 前面的這個麥克風照 它其實 經過特殊設計 我們如果再加上一個棉罩 那我們是為了乾淨嘛 加一個棉罩 它其實它 對我們的聲音就會有 很大的影響 那棉罩的話 其實就是 以後看看是不是盡量 也換成薄的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 就是 要自己的麥克風 它不要跟人家共用 嗯 因為它也會去找它 設它自己的麥克風 對 然後呢 剛才是這樣子嘛 嗯 對它聲音就變成這樣 很奇怪 它有些頻率不見了 那還有些人 會這樣子 你看其實我拿底下 這樣它聲音也不太一樣 有沒有 跟我拿這樣子 就不太一樣 那 有些人會拿著麥克風最底端 嗯 那為什麼拿著最底端不好 因為我們通常 我們會使用是 無線麥 它拿著底下的時候 有時候會影響到它的 那個 發射 發射 對 謝謝 它會影響我們的發射 那 嗯 越好的麥克風其實它沒有開關 嗯 因為你多了一個開關 它就 它也會損耗一些頻頻率 嗯 所以有些很好的麥克風它其實沒有開關 純粹用控台控制 對 純粹用控台控制 那控台控制那個 它必須得要 就要技術很好 然後 要很專心 彼此也要很信任 嗯 對 好 那 現在我講話是這個聲音 那 你們會不會很好奇說 呃 它這個聲音長得什麼樣子 對 波形長得什麼樣子 對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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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